1978年的中国 人民要吃饱 国家要富强 但僵化教条没有出路 封闭保守没有未来 解放思想 开动脑筋 死死求死 团结一致 强彩强 从农村到城市 从个体经济到国有企业 从单一突破到国有企业 整体推进 改革有浅入深 催生出中国大地的深刻变迁 激发出中国人民的无穷创造 两权分开 那么这样一来呢 农民就有了机率 去年还在淘的八大王 今年平反了 甚至变成企业家了 带上大红巴了 都挣了十万块钱 你可以都提两万到三万 大家拼命走好 从深圳开办出口加工区 到四个经济特区 沿海 沿江 沿边 从东部到中西部 全方位多层次开放格局 逐渐形成 世界进入中国 中国融入世界 中国要加入什么组织 我觉得非常好 最起码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 更加自由的 参与这个行业的竞争 我觉得WTO 把馬克思綜藝的普遍真理 從國外國的維持時機結合起來 走實際的道路 現在有尊責特色的社會綜藝 經濟體制改革確定什麼樣的目標模式 是關系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 建設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 以利於進一步的解放和發展生產 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要求我們繼續深化改革開放 要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自國理爭各個環境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的改革開放 譜寫出一部波瀾壯闊的偉大史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做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 轉移到經濟建設上 實行改革開放法的歷史性決策 動員全黨全國各國人民 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進行新的長征 這是新中國城以來 我們黨和國家歷史上 具有深遠意義的美大戰爭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億萬中華兒女勇於實踐 在蕩氣回常的征頭上 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局面 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